冷血罪案 16 法庭放山殺女友傅二代 出獄後再殺人 2004年8月29日下午1點多 北京崇民區直照指的黃河京都大酒店 酒店服務員入到2406號房打掃衛生 發現被裏面好像包了一個人 結果一看 有個女孩子躺在床上死了 民警接報到場調查 酒店大堂總台服務員就這樣說 在前一天晚上 一個青年登記住宿和死者入住2406號房 昨天中午 那個青年就不知所蹤 民警訓練房裡面的電視機節目單上面 寫了對不起三個字 未知是出於誰手筆 死者是北京工業大學工商管理系 2001級學生 他叫段佳妮 21歲 貴州人 文警其實查到 上個青年叫郭文斯 是死者的男朋友 他都是2001級工商管理系的學生 住在黃河京都大酒店附近 段佳妮的室友這樣說 他原本和男朋友感情很好 今年年初開始就有些問題了 室友這樣說 段佳妮的男友郭文斯的脾氣很暴躁 這段時間 他兩個人經常吵架 大約兩天前 他還打過段佳妮 他就說不想再和郭文斯繼續這段感情 猜不到他竟然被殺了 郭文斯的室友就這樣說 郭文斯和段佳妮這段時間 的確是吵架過 他們已經有幾天沒有在審室內 見到郭文斯 病案揭發後 郭文斯在父母勸說和陪同之下 去到龍潭派出所投案 郭文斯陸室友公這樣說 段佳妮和他建立戀愛關係前 曾經和一個人發生過關係 那天凌晨3點 兩個人在酒店內就這件事吵架 他在側面合著段佳妮的頸 推在床上 用枕頭掩著他的頭 郭文斯一說 我都嚇傻了 時候想過自殺 觸電 郭文斯都想過 還在床頭留下絕筆 我在電視節目單上寫得對筆這三個字 2005年19月下午 郭文斯在二中院出庭受審 他在2002年就讀北京工業大學 試驗學院大二 和同學段佳妮確定了戀愛關係 2004年8月29日 他和女朋友逛街 那晚兩人入住酒店 晚上郭文斯突然想起 他女朋友曾經告訴他 曾經和一個男人發生過關係 他就睡不著了 凌晨三點多 兩個人發生爭執 文斯這樣說 為了阻止我繼續說下去 我雙手合著他的頸 將他推到床 隱隱約約見到黑浮浮的眼 舌頭都伸了出來 因為好害怕 就用枕頭掩著他 十幾秒 我落在枕頭 見到上面有血 感覺他已經死了 我曾想自殺 但不成功 後來就投案自首了 那文斯拿出寫我的陳述詞 邊讀邊俠 請求雙方父母原諒 他說 我們曾經和對方付出很多 街尼的死 在這輩子都沒法自己彌補的錯 阿姨對不起 我用時間和行動 來衝探對街尼父母傷害 和街尼盡孝心 今天她殺人犯的身份坐在這裏 我想和街尼的媽媽說 阿姨我真是很愛她 很對不起 我這行為 被雙方家庭帶來這麼大的痛苦 郭文斯律師就這樣說 見家尼身為單親家庭 又是媽媽撫養長大 事情發生之後 她媽媽說這件事對她造成很大傷害 但她願意原諒郭文斯 接受國家四十萬元的賠償 郭文斯所在學校 亦開懼在學校裏表現證明 肯請法官重慶處理 中國地方法院 大數數的陪審員 都沒有法律專業背景 確認清跟他們不同 退休之前 是北京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的法學教授 拿到陪審員資格證之前 她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做了六年的人民陪審員 她還參加了郭文斯殺人案的庭審 2005年2月24日 郭文斯在法庭上第一次看到郭文斯 她這樣說 實在太出乎意料 她的外表看起來這麼清秀 亦很內向 根本沒有法子和殺人犯聯繫起來 作為經常和道山打交道的高下教師 我感到很痛心 在法庭合議過程中 我認為郭文斯是主動自首的 在法庭上 還全部如實交代犯罪事實 認罪態度很好 加上她家人 已經和被害人家屬協商了 賠了45萬 因此我主張不對她判死刑 判無期徒刑就對了 郭文斯最終被判無期徒刑 保住條命 2005年6月22日 中國法院網有一篇文章 標題是 一路陪審一路過 北京二中院人民陪審員工作幾十 2005年1月18日喊一時 二中院第五法庭 被告人郭文斯故意殺人案開庭審理 年僅22歲的郭文斯 原是北京居越大學試驗學院 2001級學生 在班裡擔任班長 女友是同班同學 擔任文藝部部長 2004年8月29日 因懷疑女友移情別戀的郭文斯 於凌晨三時許 用雙手惡狠狠地合住了女友的撥子 當他發現女友還有呼吸時 就用枕頭掩住了他的口鼻 導致七竅流血機械性窒息死亡 以後郭文斯自殺未遂 第二天在父母的陪同下 郭文斯投案自首 宣判後 郭文斯的父母在法院門口外 攔住了參加審判的人民陪審員 郭彥稱 我們是郭文斯的父母 你是人民陪審員 在開庭和宣判的時候 都看見你在法庭上 我們有一些情況想跟你談談 郭彥稱退休前 原是大學教授 在二中院的陪審崗位上 已工作了六年 像此人的事 他遇到個不治一見 經過交談得知 被告人郭文斯的家庭經濟條件上好 對被害人家屬已進行了民事賠償 其父母對郭文斯的行為 控心疾首 他現清內心開導他們 作為家長 現在唯一應做的 就是在探望孩子時 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讓他認罪復發 遵守監規監禁 一定要鼓勵他參加自學考試 在獄中努力完成學業 爭取減疫 早日回歸社會 2005年2月24日上午9時30分 郭文斯的父母去法庭 聽取兒子的判決 北京市二中院一審宣判 郭文斯犯故意殺人罪 判處無期徒刑 反應認為郭文斯已構成故意殺人罪 鑑於他主動投案自首 積極賠償 依法予以重興署罰 聽到被判無形容後 郭文斯面無表情 帶他父親 向審判長連鞠三個功 感激他給兒子一個公正判決 郭文斯逃出新天後 他爸爸這樣說 兒子的戀愛 我是雙方家長同意的 我兒子好自立 人緣特別好 本來逼入後 他想考科研 但為了自己的女友 他聯繫了工作 準備自己賺錢 給女友考科研 資深司法界人士認為 在中國故意殺人 而一只殺了一個 情節不特別惡劣 一般都是配無期的 頂多都是死緩的 中國政府近年來採取多項措施 加強司法透明度和公正性 郭文斯犯判刑後無多久 2005年5月正式確定陪審員 以非職業法官身份參與案件審理 5月8日 中國近3000所地方法院裏面 27000個取得資格證書陪審員上了崗 2020年3月28日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婚院 依法對犯罪嫌疑人郭文斯 以涉嫌故意傷害罪批准逮捕 郭文斯是刑滿釋放的人員 3月14日下午3點多 郭文斯在北京市東城區麥理超市裏面 排隊給錢一陣 郭文斯在收銀台不戴口罩打電話 是在身裏排隊的固化性段 72歲 提醒她應遵守防疫規定 背戴口罩 引起她的不滿 將段某縮倒在地上 用雙手擊打她頭頸部 導致她受傷 超市經理阻止她離開一陣 也都被打倒 她又打倒和咬傷阻止她的另一個超市員工 郭文斯最終被當場制服 被害人段某一日牢腦損傷 經過救治無效 2020年3月20日死亡 這宗命案的移空 就是2004年殺死女友段佳妮 被判無期徒刑的郭文斯 她出去失割幾月後又再殺人 今次遭到毒手的也是姓段 包括公安看守所構的日子 郭文斯復刑不夠15年 2019年6月獲得釋放 這是因為減刑裁定權 歸到北京市一中院後 郭文斯獲得9次減刑 2007年6月25日 郭文斯復刑2年4個月後 她從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19年 政治權利由終身褶奪改為褶奪9年 直到2015年她再累計減刑7次 總共減刑87個月 2018年10月22日 北京市延慶監獄 認為郭文斯在復刑改造期間 認罪復發 積極改造 多次獲得獎勵 提出減刑建議 11月21日 北京市一中院全盤同意減刑建議 郭文斯的刑期到2019年7月24日結束了 資深刑事司法工作者認為 郭文斯又無期徒刑 9年減到復刑不夠15年 情況是很不正常的